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元行 嘉藤 今天这个表情都有点不对 二位好 你们首相来我们这了 是来了 听说是要买我们100个亿的国债 国债对 是吗 这事你参与吗 这也有所参与 有所参与 这几年中国买日本国债 这就是说不要说不要猜 这是我们促进中日的这么一个经贸关系 这是一个本着友好的精神 听说野田首相非常清贫 说他年收入才多少钱来着 对 我们说他是历史上最穷的首相之一 正好他恰逢 当然咱这都是瞎猜 原来说他来的日子 是咱们南京大屠杀的日子 说我听到一个谣传 就说他为了回避开南京大屠杀的这个日子 所以才圣诞节就12月25号放华 是吧 这事是你给他提了意见是吗 没提意见 这中方提的 正好最近关于日本人 我们成了一个议论的热点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昨天来了 不是因为张艺谋嘛 张艺谋拍了一个叫金陵十三差 对吧 金陵十三差 我非常想问问你 南京南京 我知道你看了 我看了 金陵十三差你看了吗 没看 或者不太敢看 为什么不敢看 因为我很惊讶 很多中国的朋友最近 天天给我发邮件 在微博上说 你必须得看 甚至逼着我看 我说为什么呢 他们说你看那个之后才明白 中国人是怎么看日本的 那这说明就是说 我大概能想象他演 他拍的是什么样的片子 我不是说批评张艺谋同志 就是说有点不敢看 有点不敢看 但我会去看的 就是说有空了 以后稍微看一下 看的时候别让人家知道你是日本人 在电院里怕处境不利 但是我可以用一种方式 让你看看中国人过去 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人做的 这个也挺好玩 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的确 你看日本我都没去过 是吧 到现在都没去过 我到现在也没去过日本 那么日本人在我脑子里的形象 今天我是见着家藤了 我知道就长得也不是说特好看 对吧 很帅 日本80后很帅 但你知道我小时候想起你的国民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造型 鬼子 其实是中国人演的 但演的特别好 对吧 那就是我们对于当时对你们的想象 我觉得也是促进双方沟通 你可以看一看 很有意思 徐老师也会有这个往昔之感 徐老师你知道这是谁吧 这个左边这个是胡汉三 右边这个是哪个系里边 我不记得 这个地道站 地道站 这是谁呢 这是叫什么 龟田的还是叫什么呢 咱们看下一个 你看 这是李玉和和揪山 你知道吧 前几年揪山不是做首相吗 对对对 中宣部就下令 戏里边的反派角色不准再叫揪山了 对我们就表示对你们的尊敬 因为原来我们揪山是这个 对 再看下面这个 这是说演的老演员方化 演的这个松井 演的 对 这是印象最深的 他被认为是中国观众觉得演的最好的 一个日本鬼子 叫松井 再看下面 这个你看 反映什么 香港人拍的很多武侠片里边 他们把日本人塑造成武道家 身怀武功 空手道什么的 明白明白 但是呢 从表情上看得出来是非常冷酷 残忍无情 咔咔就把人胳膊打折 对他最初点三日本人 你看拿着的就是说我们是东亚病夫 你再看下边 这个也有意思 台湾的赛德克巴莱 魏德胜的最近的台湾电影 他反映的是当年那个物就是那个叫什么 物色事件 就是在这个日本占台湾的时候 发生的台湾原住民 被日本人屠杀的一个历史事件 对 当时你看这个军官叫小岛 在戏里面的角色叫小岛 旁边是他的妻子 他的小孩 台湾电影人塑造的 你再看下边 这个是南京南京 南京南京就是这个里边塑造的这个日本兵 感觉好像有点还有点人性的彷徨 人性的犹豫 凸显出来 但是这个事也遭到争议 对 有些人就说 那日本鬼子怎么能有人性的 对吧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个也是南京南京里头 还表现了日本兵好像类似于祭祀 这么这么一种一种一种仪式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这个张艺谋的精灵十三差 表现的一个日本人 张艺谋的这个片子跟以前的不同 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以前你可以看出的三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日军是丑恶的 而且是非常坏的 狼心狗肺的 到了中间一个阶段呢 他就开始试图探讨日本人的这个内心的复杂性 就是说意思是说他们内中也有挣扎 这个中间还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 你没说一个是走向共和里面出现了这个明治天皇的相对正面的形象 他虽然清华 但是他这个鼓励国家改革 是一个有有忘了是一个日本的年轻人来演的 当时他是第一次在中国的这种大众传媒里面出现一个相对比较少 而且他演的是天皇啊 他他这么一个形象 另外比这更早有个很微妙的一个变化 你不知道 那个时候中国有个内部电影叫三本五十六 三本五十六在中国内部就是干部啊知识分子都有的看的 就是他是从日本的角度来重新解释二战 而三本五十六是作为一个失败的英雄是一个正面形象 对三本五十六是日本片子 但是中国人那个时候能看到 就上层的知识分子都能看到 而且中国的知识分子跟干部层一般都接受三本五十六的这个形象 就是说认为他是在日战之中间 他是一个比较英雄的一个一个一个 他跟军阀至少跟东条英姬啊什么什么 这些人不一样 家唐你看见这么多家唐 你的感觉怎么样 我的感觉当然心情有点沉重嘛 沉重就是说那里头有中国人演的 有日本人演的包括南京南京的讲川 那个角色是日本人演的 他们回日本会有什么待遇呢 没有什么待遇 那当然不可能变成英雄 至少不可能变成英雄 但就是说有些比如右翼势力会骂他 但我也相信就是说在中国演日本军人的 日本兵的中国人也会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就是说你毕竟要演日本军人嘛 所以日本民众不会有 所以我就跟你讲啊 就是这个时代的悲剧啊 我就说演这个松景啊 还是演最好那个老演员方华 你说到后来啊 这个文革的时候批判方华 怎么批判呢 说你心里要没有鬼子的思想感情 你演这个日本鬼子 你怎么能演这么好 打倒你 就是这样吗 其实就是说我不是说 那今年就是做了很多中国的高校嘛 那就是说我到任何一所高校 都被问到的问题是 你怎么看当年的二战 新华战争 我自己被问到最多的第一 那你今天公开回答一下 公开 就是说包括前几天 我到北京那一所高校的时候 就是说我看了这个有一个女生 学日本的 《金陵十三拆》她看了 看了以后呢 就是说没有说我不想学日本了 那就是说我心里很沉重 是吧就是说我父母从小告诉我 日本人有多坏是吧 然后就是看了之后更不喜欢日本了 那就说你们日本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日本人到底有没有放心历史 那就说当然那场战争我没有参与 但我只不过是她的一个后代 但当然我们也承担这么一个历史责任 但这个时候的心情呢 那怎么去回答 那日本人在国内有很多的想法 有好好的反省的 有不好好反省的 是包括参谈进攻神社的 也有非常的反对进攻神社的 但这种非常多样化的形态 其实没有好好的反映在中国的社会里头 当然就是说那种电影放了以后呢 很多中国人有可能加剧对日本人的仇恨 那这个时候呢 比如我在教室里头 我会好好的把那些多样化的这个声音和形态 介绍给他们以后呢 他们也很明白了 哦原来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说我不认为今天中国的 包括年轻人他们的思维 他们对日本的认知是非常的僵化 或者非常的这个单方面的 只要能够好好的沟通 我觉得能够还是能够相互的理解 但我当然这些年心情很沉重 心情很沉重 心情很沉重 那么我其实我还想了解一个问题 就是啊 这是我们荧幕上 中国人的荧幕上 见到的日本人的形象 我倒不知道啊 在日本的荧幕上 这日本人怎么想象一个中国人的形象呢 他出现过什么造型 这个咱们广告之后啊 我也想请加藤谈一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加藤你说说对我刚才的问题 我刚才想了一下 在日本人的脑子里 最有名的三位中国人 人物 一个是孔子 孔子 二 鲁迅 三 孙中山 如果非得说四 那是毛泽东了 那就是说 我觉得刚刚咱们谈了一个电影 那就是说我刚才想了一下 我知道的电影 就是说中国电影 其实很少 就是我当然我知道很多 但在日本人 他不是在问你说日本人了解的中国人 他在问你说日本人电影里边 出现的中国的角色 这个非常少 非常少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没有办法通过电影来了解 或者形象 比方日本人有没有一些片子 描写到 我们不讲古代 他们总有一些片子描写到 比方华北 满洲打仗 或者是八年抗战的时候 中日战争 或者是这个前前后后的事情 那里边总有中国人的形象 有 那是出现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有没有比较有名的形象 我首先非常表明 要表明就是这非常少的 嗯 这种素材很少这是第一 第二呢有 但是只能说这是个打仗的 那日本人不会带有太多的情绪 就是说中国人很坏 或者说中国人就是说很弱啊 就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打仗嘛 打仗首先是国家对国家的战争 老百姓也是受害者 那就是说我们就是说 那中国的这个中国兵就是中国兵 没有说就是说我们是 那当然那有加害者有受害者 但是就是说他是一个军人 我们这一个军人就是打仗 没有太多 就是说像中国人看日本的时候那样 就是说带着一种仇恨的态度 那我们也不可能带着仇恨呢 我觉得所以他们讨论这个问题 我觉得也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 你看啊中国人拍电影 中国人有看戏的传统 中国的这个戏啊是脸谱 所以你看中国人根深蒂固的 根深蒂固的有一个脸谱思维 因为我想到什么呢 坏人得有坏面孔 因为我想到什么 我看过很多批判就是西方啊 包括欧洲啊批判法西斯 希特勒纳粹的这个电影 他也是批判呢 也是揭露这个法西斯的纳粹 多么残忍多么没有人性啊 可是他选择的演员 对对对对 并没有刻意丑样子 就是一般人 你看这个苏特拉的名单里面 那个德国军官非常残忍 可是样子很帅对不对 他就是他并不在这个脸上 显得你是个丑 对吧实际你的行为也是 进什么什么什么杀人炉啊什么的 也一样干的事不是人事 我想问问你啊 你觉得这个南京大屠杀是怎么回事 当然我们就是说在当时在读历史课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的教科书里写的很清楚 但我非常坦白的告诉你 当时就是这一事件写的是在注释里面 就是在我们的教科书 就是杀我们30万人 30万人 然后逗住强奸父母 我们没有说30万人 我们是围绕数字 中日两国之间是有争议的 有不同的想法 你们的教科书上这么写 有争议 我没有说我们没有否认 但是围绕30万这个数字是有争议的 在两国之间确实是有争议的 那就是说 但是屠杀这件事情是存在的 我肯定是存在的 强奸有没有提起 肯定承认 这肯定承认 但是我也曾经就是说 在中国的高中什么的 当过老师嘛 这个花的篇幅 包括图片等等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在日本的时候 小时候所看到的围绕这件事情的 描述和在中国的孩子们所接触的 是非常不一样的 你知道从陆川的时候 拍这个南京南京 到姜文拍鬼子来了 用的这个日本演员呢 那都经常吵架的 在现场 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 就像你说的 怎么会是这样 我不承认 没有这个导演 什么就要跟他说 他们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很多时候就是 你像陆川就是说 他们那个日本演员 连续拍都精神都快崩溃了 就无日无知的这个强奸屠杀 然后陆川就说 他们这个时候 这时候他说 我说这个样子 就是他说 一个这样的城堂 他说 他说 我现在说 他说这个地方 他说这个地方 这样的地方 但是我们发现 就是他说 他说这是这个地方 他说他说 他说 就是他说 他这里的地方 看着温文尔雅 但是在南京大屠杀当中 做出这种恶行的也是日本人 他说这两件事怎么结合到一起 我做一个当代日本人 首先就是说我们日本人看待今天的中国人 这个时候不可能从当年的中国兵 从这个角度去描述今天或者比如说你 不可能的 但就是说我平时在中国生活 很多中国的朋友是看到那些过去的日本兵 从那个形象去描述 反推这个 那我也变成日本鬼子 我也跟日本兵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我们很多日本人看到 中国的导演拍了金丽石山差 拍了南京南京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厌烦 今天的日本人跟当年的日本人怎么可能是一样呢 战后六十多年 我们的自卫都是没有杀过一个人 我们战后是本着和平宪法 始终在宪法层面 那层面禁止对外发动战争的 那这一切证明我们对战前的行为是反省的 但是今天此时此刻 中国的导演 中国人依然从那个角度去看 所谓的日本人 而所谓的日本人里面过去的日本人 不对不对不对 不是中国的导演觉得日本人没有反省 一般的知识分子 连我我相信国际社会都是这样 但受众是普通老百姓 比方说你在你在日本的书店里 这个太平洋 他们那个书柜啊 叫太平洋战争 大量的书都是从军事上检讨 我们当初哪一仗没打好 所以没打赢 大量的整个日本 这跟德国人反省 他们的二战是完全是两回事 知识分子是这样 但普通老百姓不是这样的 那就是政府有责任 知识分子有责任 普通老百姓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就不像德国那么痛快 这是肯定的 我知道这个这点呢 就是日本人对当年跟中国的打仗的认识 为什么是有局限呢 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 我做一个根本的一点 就是说日本人不认为日本败给了中国 对 这是根本点 我们就是败给了美国 我们为什么最终投赏呢 是因为美国的两颗原子弹 没有美国投的两颗原子弹 我所以 但这个就是说你要谁把你打败了 你才肯低头 但是你从来不肯检讨 你把别人打坏了 正义性上 这一点也是有争议的 徐老师 这个日本有很多很多的声音的 那否则的话 后来就是小泉春一郎下台以后 包括鹰派的 为什么一个都没有参门进攻神尚呢 进攻神尚呢 这说明就是说 首先日本人认为 跟中国的关系很重要 很重要 不管是从一个商业的角度 还是从情感的角度 都很重要 我们不能说所有的日本人 都是就是说没有检讨历史的 我们每年8月15号 当然这个我们都看到的 日本人的声音是多元的 对 但是至少其中有一部分 这样的声音 但是为什么在中国很多人 不知道这是多元的呢 至少我看过很多中国的大学生 他们他们不认为这是多元的 所有的日本都不放心历史的 所有的日本的政府 所有的日本的领导人 领导人都是参门进攻神尚的 这正是需要我们现在 在这里来交换看法对话的原因 我觉得中国人呢 未必不知 不能想象到 就是说你的这个一个国家的国民意见呢 它可能是多元的 但是问题在于啊 问题还是在于没有个国家表态 你这个国家啊 比如说你这个政府啊 是你这个国家态度的一个合法的代表 明白明白 对吧 你什么时候像西德那个总理 在犹太人面前 比如说他跪下 他承认我们犯了错 那这个另一个国家的人 有眼睛就看得到 但是呢 按照中国人的标准 似乎日本现在种种表现啊 说的种种话 还让中国人感觉不到 明白 有真心道歉的这个意思 而且更重要的是 日本政府的这个曲态 还的确跟他的名义有关系 嗯 这个是更重要 对咱们节目时间太短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我刚才说姜文拍了鬼子来了之后 他接受采访啊 他倒说到啊 就我们拍电影 别给日本人当了枪使 那是什么意思呢 说了他说你看啊 我们有一个句著名的电影台词 一说就是100多鬼子200多伪军 你知道伪军是什么吗 嗯 伪军就是汪精卫政府下面 就是啊 我们这叫汉奸 对吧 这100多鬼子200多伪军 然后呢 这会让日本人听到之后啊 就是把很多杀戮的罪行 推卸到中国的伪军身上 你知道吗 中国人自己在杀中国人 对对对 但是我那要给你补充一个资料啊 我最近还看到一个资料 我原来也听到过这个调查 嗯 其实在南京大屠杀当中啊 当然罪责是日军做的 但是呢 必须要注意啊 其中我不是挑起民族矛盾啊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 来自朝鲜半岛的这个日本的这种雇佣军 他们叫做什么呢 不带不带钢窥的人吧 他们叫不带钢窥的人 因为到后来战后这个审判的时候啊 哎 我看他们给我找的材料在哪啊 他们的战后这个审判的时候 这个第一支违反日军军令 开始强奸中国妇女的日军部队 是松井师跟十五师团中的韩国联队 它是个团级的这个单位啊 然后呢 在所有攻占南京城的日军当中 韩国人的比例啊不低 甚至有的部队最高达到40% 而且呢 呃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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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有一个老公人王克简老人 就就就南南南京的他回忆啊 他说这个韩国兵最残忍 王克简老人说 他是他们是不带钢窥的 就是韩籍士兵啊 这没没钢窥带 就说很多不带钢窥的鬼子兵啊 强奸女人后活活挖出女人的子宫 再套在女人头上 还起名叫什么一个韩语 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就说这是当年见到 所以这个事情啊 你看呃咱就讲到韦军 我的联想啊 江文说的另一个地方呢 是说这个这个 呃我们拍这个电影 有些老电影 嗯说被日本人呢 拿到日本去放 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轻人说 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 哪个不是间谍 他们哪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既然他们全民结兵 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灭 于是你看我们一些老电影 倒成了他们的借口 但我想跟你考证一下是吗 这个我也不好说 我也不知道这个情况 不过日本的知识界 包括日本的政府一直有这样的看法 他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 跟日本跟美国的战争不一样 嗯 日本人觉得他跟美国打仗 他跟英国打仗 是一个现代意义的契约上的战争 所以他比较相对遵守战俘的一些规定 等等 而他们日本从来不承认中华民国 他认为这个蒋介石的政府 从来没有有效的统治中国的地方 所以他一直叫支那 他从政府的层面 从二几年三几年 他不承认有一个中华民国这个国号 因此他也不承认这是一个 国对国之间的战争 因此他也可以不遵守很多 西方定义的战争的条例 这个是日方的很多解释 当然我们认为这些解释是 因为我没有这个体会 我觉得像作为加藤啊 当然你这个南京大都市 还不是你干的 是吧 但是呢你要看这种电影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至少看到了很多中国的老百姓 从这个角度去看那段历史 那我们日本应该去了解它